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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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西门丁是一个潮流的中心点 对不对 谁一旦年轻的时候没去过西门丁 或者是到老了还要去西门丁 好不好 来 请坐 请坐 这部戏是安欣雅主演啊 压力大不大 很大 就是也是第一次演电影 然后就担任女主角 一部电影能当女主角 现在来讲真的第一不容易 第二就是说要扛票房 郭品昭 你已经是很有经验了对不对 所以我看淡了 看淡对去吧 淡丁哥 因为我觉得票房好坏哦 我们当然都希望好啦 但自己无法决定 其实 把戏引号比较重要 我觉得是应该取决于观众 观众才是一时负 如果观众不买票进场的话 其实咱们讲你演的在卖力 他不捧场 他不买单 我们就在卖力演 他不进来看 西门丁这部戏里面有三个 西门丁的这个很重要的三个人物 一个是熊妈 一个是算命的 还有一个日本人对不对 对 所以在里面讲了很多语言 我有讲泰文 有讲日文 有讲英文 有讲广东话 然后还有台语 你都可以喔 我台语就跟我说 但是说 你爸爸不是陕西人 你妈河南人 你为什么 你爸都讲台语 因为我在里面骂李婕宇嘛 我导演 因为导演 他不太...他不听台语的 所以他不懂 他说 你骂他不是故意 我说不要脸啊 台语就是脏鬼啊 然后我一直骂他嘛 然后我里面有讲泰文 李婕宇 他说 什么意思 就泰文 你要死了... 你要死 呆呆呆呆呆说 你要死 你要死了 怎么呆呆呆呆叫你要死呢 他呆呆呆呆呆 呆呆呆呆就是他 他是 喂 阿咪 标 呆呆呆呆姓 呆呆呆是一个字 就死 那就我们才可以说 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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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把那个字变得连在呆呆呆呆呆呆 呆呆呆呆呆呆 因為有一句話小燕姐 妳一定要學 這個很重要 這個因為最適合用的 叫做 妳講一遍好不好 妳講一遍 皮馬寮 對 皮馬寮 皮馬寮 對 皮馬寮 對 什麼意思 真的嗎 真的 因為我在店裡面就罵他們 他們都來 都來那個安心亞每天 安心亞是辣妹嘛 那帥哥一定會來跟他 講一些哥哥弟嘛 哥哥已經糾纏嘛 我說你看 這些皮又馬寮了 我說這些鬼又來啦 所以他裡面都會打說 泰文 熊媽說了什麼 鬼來了 這個角色 不是你演的話 你沒辦法要會泰文 要會日文 這裡都有黃鳩生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日本的導演嘛對不對 北村風情 北村風情 而且北村風情再拍一部戲 又是你主演 對... 剛殺青 兩部電影的女主角耶 就是... 事業愛情雙得益 你們看誰說 安心亞回想青春記憶 最愛搭訕必認清 每個人在西門町都有他這個 這個很年少的回憶 你會發現有很多人在那裡 也沒有在幹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就是覺得在西門町玩 是一個很潮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會穿學生的制服 在那邊走來走去 就是希望被大家注意 然後我們那時候非常幼稚 很喜歡玩的遊戲就是 搭訕 搭訕 很危險吧 這本身風情再拍一部戲 又是你主演 對... 剛殺青 兩部電影的女主角耶 對... 就是... 事業愛情雙得益 沒有 真的嗎 沒有 沒有得益 有愛情嗎 沒有 你...你跳 我就跟你跳一下 有沒有愛情你不知道啊 沒有 我不知道 我在那邊問他 我上那個節目他說 熊媽我告訴你 真的沒有 我沒有男朋友 他真的這樣跟我講啊 曹哥你最近都沒有看新聞嗎 郭秉超知道嗎 我有問過他啊 他也是說沒有 對啊 他媽媽也問過他 他也說沒有 對啊 這很難猜...猜不透真的 重點是我殺青後 我們想說 可以約出來大家吃個飯啊 聚一聚 約不出來 沒有... 所以那時候你就知道有問題啊 不是啦 是你約我的時候 剛好我在拍戲比較... 這個話 我都是在拍戲 對啊 郭秉超說 我又不是沒拍過戲啊 西門町大概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年代 是特別會愛去西門町 你... 婕宇幾歲去西門町 李婕宇 新國舞班出身 與學長做定位 組成偶像團體Sigma 本次約上大螢幕 要帶給觀眾不一樣的新面貌 以前沒去過 我是這次拍電影的時候 你沒去過西門町 你在哪裡長大 因為我是在宜蘭長大 然後我... 高中以前都在宜蘭 然後大學去新竹 你現在有幾歲去西門町 我小時候在西門町長大 真的假的 你住在那嗎 我住在那邊大概住六七年 然後呢 然後就是在那邊 就是幾乎每天上下課 就下課完之後都會在那邊玩 你念進修對不對 對 學姐好 妳是進修 離那裡很遠耶 因為我是住在西門町 所以放學之後 就會跑到西門町玩 然後我的同學 那同班同學都會跟我一起去 你帶頭喔 也不是 就是因為我家住比較近 但他們那時候 但你沒回家 下課都會在那邊玩 然後玩完再回家 而且那時候年輕人很喜歡在那邊玩 對 你知道嗎 西門町很奇怪 就有一群人 郭品超有沒有 有 有 我覺得西門町是 學生時期 翹課的必去的地方 對 去那裡幹嘛 其實看人 看人 或者是被人看 那時候還 我還滿流行的什麼 溜冰嘛 冰宮啊 還有MTV 對 幾個同學我們就看MTV 然後就未成年 就想說 我們都沒看過嗎 未成年都看什麼電影 拍一些比較成年的東西 還超里面同學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輔導集啊 什麼 對 你新聞町的回憶是什麼 我們那個時候不能出國啊 都要掛公司啊 然後到那邊都 那時候是哈日啊 買錄影袋啊 買那些柏萊品 然後那個柏萊品襪子 三雙一千塊 他就賣我台幣一千塊啊 他就日幣一千塊啊 然後你看那邊好多小香港 以前我們在巴里市做秀 很多都到地下室萬年買球鞋 都是買日本的柏萊品 對 所以每個人在西門町 都有他這個 這個很年少的回憶喔 而且西門町 其實你會發現 有很多人在那裡 他也不是在逛街 他也不是在等人 但他也沒有在幹嘛 對不對 你們那個時候都在 我一直很想說 你們在幹嘛 那時候我們就是 都會很流行拍那個大頭貼 對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在西門町玩是一個很潮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是穿 而且會穿學生的制服在那邊走來走去 但制服會稍微改裝一下嗎 對 然後就會就是 就是希望被大家注意 被大家注意 然後我們那時候非常幼稚 很喜歡玩的遊戲就是 搭訕 搭訕 很危險吧 所以還好那時候都是 就是會搭訕 別的學校的學生 對 然後我們都只是 純粹就是 要電話玩而已 但不會真的跟人家做朋友 你有搭訕過別人嗎 都會有啦 但你... 像去那邊的... 然後比如說逛街走一走啊 看到女同學 就過去跟她認識一下 然後就可以去喝泡沫紅茶 然後或是看看MTV啊 或是騎摩托車嘛 就可以載下去晃一晃這樣子 哇 而且我初戀是這樣搭訕來的耶 真的嗎 真的啊 初戀 初戀 幾歲 15歲的時候 妳媽知道嗎 我媽知道... 但後來就是有把我那些什麼 紙條啊 還有一些什麼電話都燒掉 燒掉了 對 因為她覺得要認真念書 這個人現在還在嗎 沒有 沒聯絡了 她應該看的電視會認得你嗎 我不知道耶 以前就戴... 還是戴牙套的時候啦 現在應該... 她可能看不出來 對 15歲喔 嗯 好 我們來看看西門町 到底拍的是什麼 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看什麼電影 年度大片啊 一定要看的啦 跳 來來來來來來 這裡是什麼地方 西門町耶 那你為什麼會在西門町 半十幾天 時間很好喔 沒有人願意多用點心 硬刻又輕啊 想清楚 誰說誰誰我搞得快 重新開始的狀態 要跟得下一個愛 一個人過來跟我們吃個飯 讓她知道 我們西門町三大條卡的厲害 我們什麼時候變成西門町三大條卡 有什麼事想不開 雙眼睛數到一百 慢慢張開來 我以為是客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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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是老闆娘啊 小燕姐 你看啊 我是不是氣死了嗎 怎麼樣 明明是曹西餅 不要弄什麼熊媽媽 氣死我了 那你剛才叫曹媽好了吧 對不對 這裡頭其實我覺得 這個戲劇本 那個時候到泰國去找你的嗎 沒有 她一直用FB跟我聯絡說 妳可不可以來拍 如果妳不能來拍 我想這個角色 我想就不要了 就熊媽這個角色 她不要了 我說 可是有三個條卡 對啊 那我的意思是 我就不想演這個角色 而且她也是說 希望我來演 那她說妳也希望 希望我不要在家裡 她希望我走出來 不要在家裡 她說妳這樣在家裡 我很擔心妳啊 那她也是我的鄰居 這個導演是妳的鄰居啊 然後我的鄰居 是因為她看到 熊媽的真性情 因為我一個人對抗 100多戶的管理會 那個委員會 住戶的委員會 我跟他們全部吵架 這是真的事情嗎 對 真的事情 報紙有燈啊 妳上YouTube尋找我的新聞都有 然後我全部告 妳的新聞很多跟人家吵架的 對 我全部 我全部告啊 我全部告 然後告到 她就看到我去打官司啊 怎麼跟他們對抗啊 怎麼上法院啊 所以看到熊媽的這個個性 她就看到我的那種好像就說 我就是不對就不對 我就距離立正 我不因為我是藝人 我好害怕 我們不要跟她吵架 但是我現在變了 經過這個事情我變了 以後人家如果我說 我現在幫到另外一個社區新的嘛 她說曹哥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說沒意見 你把大樓拆了我都沒意見 這也太過分 要讓人有一點想法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 生意改得很好孤單喔 因為我花了錢 我請律師 花這麼多錢 我跟那個主委 我也沒冤沒仇 每個月是我跟她見面 九點半在法院 我們兩個她來一句 我來一句 那這些人我一回頭 你們叫我們衝衝衝的人 怎麼一回頭 一個人都沒有 你說包困的導演嗎 導演只背我去一次 但這個官司 我打了兩年多 真的嗎 對 就是一個管理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只是一個住戶 就這樣子一個東西 我就 我好辛苦 我每天去跟檢察官講話 去跟法官講話 我就好累 然後每天早上我會起不來 你是習慣晚睡的人 早上起來都戴個墨鏡去那邊 然後還很大聲 嘴巴幫你說 為什麼我會一點都被激怒 他說這是什麼 太激動了嗎 反正我又怕他沒有聽到我的表白 所以我會有時候 比較激動一點 心情上 不過這個是曹麒萍的真性情嘛 就是說如果你們 他們不了解我會覺得我很恐怖耶 對 你們剛剛開始 你看你其實也是看我都不跟你講話的 真的 對啊 有啊我剛才有去找你講話 對啊 剛剛拍的時候你們會怕他吧 會啊 會齁 因為曹哥來他會有一個氣 有一個氣勢對不對 就是嘛小燕姐 匹馬聊啊 鬼來啦 不是 對不對 像婕宇這個 尤其更 從星光大大 就歌唱出來 然後開始演戲 會很緊張吧 對 而且我爸都一直跟我說 他說 你要跟曹熙萍拍戲 然後就 就跟他說 對啊我爸 因為 對啊我爸 他說哇那就是要好好學習啊 然後他就說 以前大家都是 就是很很紅啊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會有點壓力這樣 因為畢竟沒有接觸過 但是其實跟曹哥 像剛剛他一來也是他又會有個氣 可是 等他坐下來之後 你走過去跟他聊天 他就會開始跟你很開心 所以 小燕姐為什麼會給大家印象這樣 我好奇怪 我每次去錄什麼街 那天我碰到小燕姐小燕姐 說 我就是你一過來 我好像覺得好像很恐怖這樣 我說我沒有怎樣啊 不是沒講話 你 你不講話就可以了 拿口哨一吹 你沒有看到警察都這樣嗎 不會啊 我這個口哨也很好耶 交通主宰的時候我們還講 你讓那個女的倒一下 他一定倒不起來 因為 我有一次 我有 不是 我有一次就看到一個女生 等一下 我請問你 拍戲的時候你有戴這個口哨嗎 有 有 等一下 導演拍戲的時候你也叫 嗶嗶導演 我這時候不想這麼講 你有講話 我只有講三件事 我不直到 罵人不生氣 這三件事我都做到了 所以我 我從來都不發病 三點半就三點半 凌晨三點半 四點半就四點半 拍完怎麼發作 請你告訴我 沒有 我拍完以後那天最後一場 我是跟安信長我就大空 安信長也在現場啊 我就整個大哭 我說我是一個多月的那個氣候 我整個快要快要發瘋了這樣 然後好想罵人 好想三字經八字經一直罵這樣 所以你拍完最後一個鏡頭的時候他大哭 有有 我愛哭然後導演在安慰他 對 他們都在安慰我 導演在安慰我 你說你委屈嗎 大家以為是說我拍完了 我捨不得離開大家 我爸不得離開你 我捨不得 是嗎 我以為你捨不得耶 大家都以為你捨不得 對 大家看我哭在曹哥 你幹嘛那麼哭 我心裡想說 他太感動了 捨不得離開我們這樣 我心裡想說 爸不得離開你們 最好明天不要再見面了 劇組開鏡大遲到引發曹西平勃然大怒 第一天的時候遇到 那時候我們在開鏡的拜拜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找我講話 你看我這遲到 我早走到之後人家沒有半個人到 打電話沒人接 你看我 怎麼學那麼像 怎麼學那麼像 小燕姐你拼拼理 那個發通到六點 叫你站在那邊幹嘛 他們都沒有來我一個人 所以我才會很不舒服 我說我很準時 但是你不要耍我 這是以前的藝人的 他的紀念態度 玉田老師你說對不對 以前我這樣嗎 你看他都比這樣長 你看我沒有亂講 不過曹西平是個很真性情的人 郭秉超 你有見識到了吧 第一天的時候遇到 那時候我們是在開鏡的拜拜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找我講話 他講很多 你知道我這麼早到的 你看我不遲到 我早到之後這樣沒有半個人到 打電話沒人接 你看我又在那邊 對啊 我還買一個每個人 每來都吃的 你跟我講 是是是 你知道我不拍戲了 我也離開演戲很久了 我以為他以為飛過來 你知道導演員找我 好好好 怎麼學那麼像 怎麼學那麼像 原來平常 不講話 悶葫蘆 悶葫蘆他在觀察我 觀察 小燕姐你憑憑力 那個發通告六點 叫你站在那邊幹嘛 他們都沒有來 我一個人 在電影公司門口拿一個茶 一杯咖啡 然後那個時候是二三月 你很重要 你很重要 不是 他們三個沒來 其他人也沒來 說要開鏡要拜拜 那怎麼會我一個人來 我打去給那個發通告 他說 他在家睡覺 我說你在家睡覺 那你叫這個老人來 在電影戲院門口 他是發錯通告了嗎 沒有 結果我就看他們一個一個來 所以我才會很不舒服 我說我很準時 但是你不要耍我 如果你要晚來 你先早來 不知道叫我早來 我在那邊等你幹什麼 人家不知道 因為你曹西平是大牌嘛 就發你九點通告 你可能十一點才會來 我不會 我九點如果 我大概七點就會來 你不是太早了啊 而且我在家 我會先把那個 妝的話好 沒有 先把底先打好 然後來 再來補 頭髮大概抓一半 就像我剛剛來幾個 再幫我弄一下 然後會把明天要該弄的什麼 我先弄好 這是以前的藝人的 他的敬業態度 基本功課 因為以前我們做過秀 絕對不可能說 愛心啊 你們帶妝到 結果你們帶妝到什麼帶妝 是把一個臉來 這叫帶妝到嗎 帶妝到是應該把妝都畫好 以前做秀 你遲到你上去吧 根本來不及 七點半開始 你遲到 玉田老師 你說對不對 以前有這樣嗎 你看他們都比這樣 你看 小燕姐 你看我沒有亂講 愛心啊 怕了吧 沒有 他第一天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穿得很時髦 然後戴墨鏡 是真的很難清淨 很難清淨是不是 對啊 是後面相處之後 但曹哥其實真的 他都會教我們這些 後生晚輩這個 準時的概念 而且他是真的不遲的 他真的你約幾點 他就幾點 沒有 我都跟你結語講 按信仰 郭敏昌講 我說我很希望有一天 30年以後 我還看到你們 30年以後 還在演藝圈 不要說 我現在做一做 但是30年以後 大概是5年 3年我不紅了 我就覺得我放棄了 我不要做 就像我們這種經濟 我們是因為不是我不愛 小燕姐是整個環境 我很愛 你看我剛剛唱歌跳舞表演 好開心喔 不是 那是我最愛 只是說現在環境不對 就像我們以前做秀 一天好幾萬 一個禮拜多少 一個月都滿滿的 台北 高雄 嘉義 新竹 你的錢呢 小燕姐 你應該很關心我 對不對 你知道我的都是社會版 沒有 其實 我不能說 你不能說不要說 我不能說 我已經 張基平是一個很孝順的小孩 就是說你看他這樣子很熱 很 好像有點雞婆 好像有點 有點有點 有點多管閒事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 他就是做別人也許不想做的事情 他覺得該做的就是要做 那他有他的那個熱情在 那 但是有的時候這樣子的人不討好嘛 所以像你們年輕人 看到他 現在先會害怕嗎 一定想導演怎麼找得這麼怪咖 對不對 不會 不會喔 就是後來相處之後 因為我跟曹哥的戲非常的多 然後我就發現曹哥是很照顧晚輩 他就是會像剛剛這樣 就是說 叫我要好好珍惜現在的舞台啊 然後好不容易當上女主角 好好演什麼的 就是一直在 我有跟他笑嗎 有沒有跟他講不要談戀愛 因為他剛剛跟我講那個 談戀愛那個男的 我覺得不OK吧 你不要談啊 我覺得 這你... 不是他剛剛跟我講我笑的 我說OK嗎 OK的 真的嗎 那個... 學戲劇的 可以大家... 國外念大學回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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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個子小一點點 這個... 你知道小燕姐這個變化很多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 我們不知道啦 但我是跟安心亞 那時候我拍戲我跟她講 安心亞你有機會 你應該好好學學語言 比如有一天你去參加影音展 或到國外拍戲 我去把英文學一下 這個我有跟你講過 我希望說你有那麼好的機會 她的朋友英文也不錯嘛 那是最近吧 以前沒有啦 以前... 以前... 以前沒有啦 那是最近才講英文吧 好 郭炳超其實在演戲當中啊 我們知道郭炳超戲演得很好 你不要這樣笑啦 怎麼這樣子 阿咪的 因為他們都跟他的朋友很熟 對... 對啊 對啊 郭炳超其實演戲喔 我覺得因為我看了資料當中 你曾經演到 有點要去看西林醫生嗎 其實我覺得我會把自己的一些過去 投射在戲中 對 然後我會學跟... 試跟過去的自己 或過去的那些人對話 對 其實這是... 你跟過去的人對話 好恐怖耶 但是... 在自己的腦海裡面啦 在自己的腦海裡面 對... 但是你這個角色也... 一個很頹廢的一個人 對不對 我覺得你心裡有一部分 是想要變成這樣對不對 郭炳超是個不開心 你看得出來啊 看得出來 為什麼 他內心一塊有... 是有一個問題沒有解開 但這個問題他不會跟人家講的 因為他平常拍戲在後台都是悶悶的 還都是悶悶的 悶悶的 你悶什麼 角色的需要啦 其實我...我為了這個戲喔 我特別去找了一個老師 心理醫生啊 類似 但是他是學戲劇的 戲劇的心理... 戲劇治療吧 對 戲劇治療那一類 對 然後他第一天跟我... 我跟他排課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欸 平昭 你需要好好的聊聊 對 一看到我就知道 然後我們在上課的過程 不是一般的戲劇 一般的訓練那一種 而是真的就是 聊 談 然後甚至有一點催眠我 對 催眠 比如說你現在 試著回到你當時的那個狀況 那個畫面 那個氛圍 那個時候的空氣跟氣味 看到前世嗎 當然不是 自己的...自己的... 看到自己的情緒嗎 那一類的... 那一類的 對... 對 然後我就整個哭到不行 可以喔 其實這樣治療好嗎 就是說 當你比如說講到了這個 不想去面對的情商 或不想去面對的事情 當... 當去面對了以後 你哭了 你等於釋放了這樣的情緒 會好一點嗎 我覺得 他的目的不是要讓我好耶 他是要我... 去感受 對 還是希望他講出來是不是 你不記得他沒有... 不一定要我講 他說你講不出來沒有關係 因為我那... 哭到不行 他說你也不用講出來 但你記得這種感覺 也許可以在將來拍戲用得到 你怎麼這麼可憐 你好可憐喔 你好可憐喔 你內心壓力這麼多事 我們都不知道 他要演了一點 不是 我常常都覺得他在拍戲 我都覺得 這個小孩子應該是 心裡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沒有去問他 因為大家... 那你覺得他就沒問題 我覺得他很棒 李婕宇是非常陽光 每次進來... 大家好好 就是感覺這個 因為他剛入行沒多久 小燕姐真的要給他多講講話 不容易啊 然後他歌唱得很棒 小燕姐你聽兩句好不好 你給我聽兩句 好不好 來... 李老師他要唱什麼歌 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都一樣 為愛情傷了憂傷 相信這個他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要... 殺光 小燕姐 小燕姐 因為草... 草哥剛剛就說叫我 不是 這是有實力派的 沒有沒有 剛剛那幾個小女生都跟他唱 殺... 陶醉啊 我們這邊演藝人員 麥克風拿到他手上 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不要唱 但是有別的地方的演藝人員 拿到麥克風 我能表現的機會就積極表現 小燕姐就像我們 台灣人也都很客氣 他說你歌唱得好 哪裡... 還好 等到別的地方 那一季還不是這樣 當然沒問題 來 我拿到拿手 馬上就唱了 別想唱 就開始唱了 沒有 我覺得在國外也好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很多人的個性是不太一樣的 像... 在台灣的男孩女孩都覺得好像 要很客氣 這個機會來了 要不要 要不要試試看 還有一點 不像 你說在美國長大的孩子 機會來到的 馬上就說 我要表演... 你們都說 嗨... 你是這樣嗎 我是標準的台灣的小孩 小燕姐說的我覺得 應該大家多聽進去 小燕姐說 當你入行的那一天 你要知道說 如果你真的不愛這個工作的話 你就不要進來 當你一旦進來的話 不管風風雨雨 你要走下去 因為人一定都有高低潮的嘛 但是那個不重要 就是說我們要充實自己 然後小燕姐 我剛剛跟他們講說 希望大家能夠記住小燕姐這句話 就是說 當你入行那一天 你要想到 我能在這個行業 要不要發光發熱 然後不要隨便就放棄 隨便就不見了 這個我要問郭品超 其實郭品超應該是 很有想法的一個人 想法 對演繹自己的事業 其實是很有想法 對 其實我 從小 剛接觸這一行 說模特兒戲 家人是反對 爸爸是很不了解 他基於保護的立場 其實很不喜歡我做這個東西 但我偷偷去做 偷偷去拍 他說 爸 你看我拍了 你看那雜誌給你看 對 就是這樣 一點一點 但爸爸其實他是 這麼樣的反對 但是現在卻是一個 最支持的一個角色 他會偷偷的就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戲要上 然後他幫我簡報 然後他幫我的那個電視劇錄下來 對 我爸會這樣子 導演導戲太抽象 讓眾演員們好苦惱 我想把傳達給演員 那個功力要 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去造就 因為每個人對事情定義不一樣 雙可愛可能不是這樣 對 然後我可能 那不可能是三八 最重要是說 有時候沒講清楚 對 一個模糊的 導演都這樣 你認真一點 一演完他就 你就不曉得我 是哭得對還是不對 對呀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好 那再來一次 對 對 沒有錯 安欣雅 我覺得安欣雅是很不容易 從全民最大黨對不對 從就是 你知道一個女孩子很漂亮 然後從那個 Round one 就是 就是這個身材很好這樣 Round one 然後一直到演 你知道全民最大黨 女生都不當女人用的 對不對 要打得要扮醜的 對不對 你從諧星做起 然後慢慢慢慢 讓人家覺得她會演 然後慢慢再看一下 滿漂亮的 再看一下有身材 然後自然看起來 原來最性感的女人 到心裡有比較 我覺得她是 很不容易爬到這一點 然後我看了片段 真的演得不錯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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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一直夾掉 她的愛情 我是強烈 人生有的時候 就是 要來的都來了 真的耶 那時候拍我們這個電影的時候 她還沒有吧 但是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郭秉昭知不知道 她就說沒有啊 我真的嗎 偷講一下 真的沒有男朋友 真的 對啊 真的沒有 那現在到底有沒有 沒有啦 現在沒有 還是你講沒有 現在還是沒有 對 還是沒有 那沒有多久 對 就一直都是這樣 對 你很煩耶 都是一樣的答案 問不出來 絕對 一樣的答案 然後你約我 我都在拍戲 對 我真的都在拍戲 難怪 幹嘛約服你啊 對啊 不是啊 因為我想她家跟我家住很近啊 誰叫你送啊 我說你家住很近 我們也可以約她出來 喝個咖啡啊 聊聊天嘛 哪有時間啊 對 真的從那邊約過我耶 沒有殺新後板要約你的話 你飛回泰國啦 嗯 那我說我不是叫你來泰國找我嗎 我說我帶你逛街啊 買東西啊 是 對不對 是真的啊 我有講過嘛對不對 我說你來泰國找我 帶你去逛街買東西 有有有 是真的啊 那他會 他會去的 你放心啊 對啊 然後你看 現在的新生代的藝人 真的環境很好 他要唱歌 他爸爸是不答應對不對 他的功課很好耶 他練的學校也很好 你幹嘛可以做學校 是不是 我記得你好像 那時候要簽約 爸爸什麼 人都來 但是人家晚了半個鐘 你爸爸就說 不簽了 不是不是 你怎麼 有點哭 沒有沒有 因為那時候是 我參加學校的一個歌唱比賽 你幹嘛唱一首歌 誰啊 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何龍路就唱啞啦 你 沒有沒有 我其實有點感冒 對 然後就是 那時候呢 經紀人很喜歡我 然後就說要簽約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我就叫我爸他們上來 要談這個事情 結果 我因為塞車 遲到半個小時 那我一到的時候 我爸就說 都談好了 然後他們很開心 然後我想說 是怎麼一回事 結果我爸就說 就是談好了就說 公司不要你這樣 公司不要你這樣 什麼 你唱 你唱 我談好了公司不要你 怎麼辦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們到底是談了什麼 因為 前一天晚上 公司還對我很有興趣 還要你啊 對 就說明天要簽約 什麼 結果當下我就很恨我爸 因為我爸是公務員 他就是說 你就念書就好 你不要去弄這些有的沒的 因為我想你爸是應該跟人家講說 你不要簽他啦 那好好念書啦 我是這樣子覺得 結果 兩年後我參加 超新光大道 然後 簽到這間公司 結果有一天晚上 我跟我爸聊這件事情 然後 我爸就說 我就說好險那個時候 他們不要我這樣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這樣子 而且我 對我爸一直有怨恨 結果我爸就回了我一句 他說 然後我一聽到我就覺得 蛤 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爸才說就是 因為他們是 走比較主持 綜藝的 那他 那天跟他聊完之後 我爸就說 我兒子喜歡唱歌 所以你如果沒有要 發片的意願的話 那我們就不簽 所以等於是我爸 你爸爸還滿有概念的啊 對啊 所以等於是我 我這兩年 我誤會了我爸爸 就是兩年之久 所以 爸爸 對不起 爸爸 對不起 你不說爸爸 因為他一定會看 爸爸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所以爸爸那個時候是覺得 你既然想唱歌啊 就讓你安心的去唱歌 要不然你就先念書 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當下真的覺得 我很想罵我爸 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 我好不容易得到這個機會啊 結果 你卻就是自己跟人家談完了 然後就說 沒關係 我們都談好了 那公司經過考慮的時候 說不要你 那我們也沒辦法 他有點這樣子的態度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一定是從中作梗 對 但是沒有想到 我爸最後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你爸都贊成了 支持 他還是會 就是講一些 就是一些比較 講一些什麼 他就說啊 就是現在你看啊 拍個電影一下 也不曉得之後會怎麼樣啊 或是考個什麼 不然考個高譜考也好啊 他考個研究所也不錯 他就是會 因為他擔心嘛 他擔心我 不穩定 對 擔心 修路不穩定 對 但是 你應該要不要去考一個高譜考 可是現在聽說高譜考也不好考啊 不好考啊 對 但是因為我家就是公務員四家 他們就會覺得說 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不要這樣起起伏伏的 但我也想跟我爸講就是 我覺得這個行業 還是有它很吸引人的地方 你爸爸有沒有聽到 做高譜也不錯 做什麼公務員 你不要這樣死頭 死頭腦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講的話 你都害怕 但他現在已經比較 就是覺得這樣不錯了 那安心也自己 進入自己行的時候 媽媽有沒有反對 媽媽一開始是反對 因為我之前做 就是很多工作都是那種 然後做一下下就沒興趣 就辭職這樣 然後一開始加入 然後談戀愛最重要 沒有啦 然後我一直都還好 然後就是 一開始加入的時候 我媽非常反對 然後後來慢慢她發現 我還滿認真的 就開始越來越支持 就說一開始這樣子 Round 1的時候 對…那時候 那妳在幹嘛對不對 沒有 之前的時候 我是模特兒的時候 她比較反對 之後有比較上電視之後 她就滿支持的 因為她會接到一些親戚的電話 就說我的電視上 看到你們女兒子 然後我媽就會覺得很得意這樣 我爸也不會 不會對不對 對 所以她就說 最近接到很多電話 她那陣子她就比較不會 講這些負面的 就是… 對 那如果那陣子 比較少曝光的話 她就會開始 就說… 不然我們盡量節目 找你來上一下 謝謝… 讓我比較不會被罵 對嘛 新人總是要給她舞台嘛 你不要說 她有點喉嚨 我們再給她舞台 就是說 在她那一段路很艱辛的時候 多給她 所以我今天也是希望她 多表演多講話一點 要不然有時候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個很自私的 資深的 她就說你坐在旁邊 我講我的我根本不管你 所以我剛剛希望捷雨 能夠多講一點話 不要老是做捷雨108元 這不好 捷雨108元 不過 新風町這部電影是 導演王瑋對不對 她其實以前 是一個老師 老師 對 教戲劇的老師 教戲劇的老師 對 教電影的 在板橋台藝大 還有世新 她都專門教編劇 她也是 我看了有很多廣告人 來支撐這部這部戲是不是 對 因為這部 這部電影本身是一個 廣告的製作公司 他們在做的 對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那些規模 會比較用廣告的方式 好比說選角啊 在試鏡 或是說在做這一些前置的時候 比較有那種像廣告的感覺 你習慣嗎 聽說你有點不習慣 還可以啦 我就還可以 但我覺得說 我不是要你講出來嗎 你幹嘛憋在心裡 沒關係 你剛剛又要看心理醫生對不對 對 不是 因為她就是這樣 每拍不去 我覺得是不曉得 她不太會從她嘴巴裡面 講出來的 她如果任何不舒服 其實沒有聽到她表達出來的 加油 我覺得喔 那好尷尬 那好尷尬 你再講人家就已經 一定有問題了 拍這個戲 因為我看這個戲的片段覺得滿好看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在拍的時候 是什麼樣一個情形 可能我對看劇本 我已經看了大概100次了 我現場我不用看劇本 因為我已經吃下去了 你是這樣子的喔 我吃下去了 所以我可能對角色她有我既定的想法 但我覺得說 但導演一定會有她自己的想法對不對 那沒關係啊 我遵照導演的想法 對 我是遵照導演 遵照她援助的想法 對 但是我覺得說 想法傳達給演員的那個功力要 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去造就的 因為每個人對事情的定義不一樣 好比說我叫你裝可愛 她裝可愛可能會是這樣子 對 那我可能那不是可愛那是三八 對 我可能 但是我覺得說我怎麼告訴她 那我要的可愛是什麼樣 我覺得是要清楚的告訴這個演員 對 你這個演員很難搞耶 這樣才好好搞 因為我會照表演的方式 好 但你跟我講清楚的之後 我就OK 我可以很清楚的把它表演出來 小燕姐最怕是說有時候沒講清楚 對 一個模糊的 說你放鬆一點 什麼叫放鬆 不是 導演不都這樣子嗎 你認真一點 小燕姐 導演都這樣 你認真一點 沒有 你太認真的 再認真一點 不是 那我覺得很好 那再老如此 對 對 沒有錯 是不是 假的你 真的是這樣 哭的 你知道 哭的在 對 就這樣就這樣 好 再來一次 不 不夠 小燕姐你知道嗎 電影拍的時候 你一演完它就 你就不曉得我是哭的對還是不對 對啊 對不對 然後不是 很懷孔對不對 有一天是我帶著安心亞 因為我是酒家店的老闆 我帶著十幾個妹妹 我第一場戲是在哪裡 我在廟裡面罵她 然後我一進去來 我來五十三一 那個人就拿了三豬箱給我 她沒問我說 你是拜拜的嗎 我說我五十幾歲 沒有來過廟裡 除了臉上 我說 啊 感謝什麼 馬祖啊 你幫我們這個店啊 這些妹妹們什麼什麼 讓我們這個 我就來到像那個魚眼熏了這樣 你罵安心亞 你不要太過 媽媽要溫柔中 要帶有那個嚴厲 嚴厲中 溫柔中 然後廟裡人很多 廟裡人很多 然後我走來走去 然後我說 安心亞 你把你的戲眼線露下來一點 戲眼線拉下來一點 可以放一支筆 然後裙子給我拉這麼短 然後我在廟裡面這麼多人 然後我想說 她說你太過了 你看那個媽媽演得太兇 你可不可以稍微再柔一點 好像很關懷 我想說關懷 罵得當作要關懷 我不 演戲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我覺得很難 溝通是最難的事情 每一個演員對導演的那個話 解讀又不一樣 那在我認為一個厲害的 溝通很強 她跟你講一場戲 可以大家一直講到哭 對 剛剛是發生什麼事情 接下來怎麼樣怎麼樣 講到你會哭出來 原來是這麼樣深刻 對 這是一個 那有些聽不懂 講慢 那到底是這樣還是這樣子 不管 我就上了 這是一個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互相有默契對不對 但是小燕姐 我告訴你 真的 對 因為當歌星是自我的表現 等一下 我覺得做演員很難 因為你要演一個角色 那那個角色是導演在設定一個故事裡面 他想像中男主角 女主角是什麼樣子 那你進入這個角色 你要表達出觀眾想要看 你自己覺得的 跟導演想要的這個縫文 其實這個真的是很難 很難 而且我覺得演員就是我把我的衣服弄好 我把我的歌背好就好了 我上天就載歌載我 僅就了不起五分鐘吧 這個不是你 一場戲下來搞不好六個小時 你只有一句話 你在這裡幹什麼 她說她 我現在知道你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好多熱眼 小燕姐我最棒的一點 我不在小巷子跟你吵架 我在大街上跟你對賣 對 我喜歡在媒體面前 或是公開場合講 我不喜歡在小巷子的時候 你說她怎樣 我不喜歡 我喜歡這個 遺者採訪 那SNG車來 那越做越好 我講得越帶勁 李姐姐你講兩句話快結束了 小燕姐快結束了 我但是現在沒講到話 不會不會 不是 其實西門町這部電影呢 我覺得西門町其實每一個年代 有每一個年代不同的回憶 我小的時候 每個禮拜只有去西門町看電影 從那個廟 他旁邊巷子轉出去 然後有沙茶店啊 有戲院啊 歌廳 對 你們15歲站的西門町 跟現在人看的西門町 又不太一樣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西門町 西門町是什麼樣的回憶呢 我們來看看西門町 謝謝你們 謝謝小燕姐 謝謝 barn 謝謝一隻 是的 Viking 西門町 希望 呢 devot